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我是阿伯 不知道大家熱血物語SP玩過了沒呢 那今天呢就是要來介紹這款 熱血物語SP啦 那這款遊戲呢其實在之前 的3DS就有發售過了 而這次呢將會是 移植到Switch上的版本 畫面啊我去查了一下 是有重新再調教過啦 不過啊我自己之前 並沒有玩過熱血物語SP的 3DS版本所以對我來說 應該算是全新的遊戲吧 那以阿伯自己呢有印象的話呢 熱血物語大概就是 FC上玩的最詳細了吧 畢竟Switch上也有 任天堂的模擬器可以玩 那我自己為什麼會買這款遊戲呢 有一部分呢是因為自己本身就喜歡 2D的像素風格遊戲的關係 加上啊之前還沒有玩過 這版本的原因啊 然後自己又很喜歡熱血系列的 相關遊戲所以才會來入手這一款 而且阿伯上次啊 玩過熱血三國之之後啊 感覺畫面的製作上都很不錯 然後也因為小時候的情懷關係買下 那這款遊戲啊老實說啊 應該只有老玩家才玩得下了吧 那也因為現在的遊戲 其實都已經充斥了大量的3D遊戲 那我自己呢 只要看到2D的 演證圖類型遊戲發表的時候 會忍不住去看一下 這款就是其中的一款 而這款呢 最初呢 是在2016年推出 當初呢 是以在任天堂3DS掌機遊戲上發售的啊 那我路上查了一下 其實還蠻受大家喜愛 而且主要他是 靠著遊戲的風格啊 跟一些遊戲的角色文明啊 至於劇情的話呢 其實小時候也看不懂 因為畢竟都是日文嘛 那這次呢 編成中文當然你就看得懂啦 雖然劇情上老實說也不會太複雜啦 而且隨著時間的演進啊 這款遊戲啊 再度先生 這次也在各平台上發售 可以說是讓新生代玩家 也有機會體驗到這款遊戲吧 那當初呢 阿伯自己是在日本買的啦 則了台幣大概700多的價位 一樣也有繁體中文 那這邊呢 順便教大家一個 在日本購物的小撇步啊 尤其是電玩遊戲啊 如果你不確定啊 在日本買的軟體 有沒有中文化的時候啊 你可以先用Ushop來看 日本地區的遊戲 有沒有對應中文的語氣 那再購買實體版就可以囉 當然啊 價錢啊自己要換算一下啦 各個平台其實也有發售 如果你是其他平台的主機玩家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其他的版本 而故事上基本是沒什麼改啦 那如果你之前有玩過 熱血三國字的紀錄的話呢 將可以玩到阿力的故事 阿力的故事呢 就穿插在劇情裡面 有時候遊玩角色的時候啊 會切換到阿力來遊玩 只要在城鎮中啊 出現藍色驚嘆號的人物啊 都是跟阿力的故事有關的角色喔 點下去就可以開始玩啦 那遊戲主線呢 主要是描述冷風雪原來的一對兄弟喔 排自帶雙結龍背景的BGM啊 想要爭霸全國高中成為最強的高校 唉唷 這不是日劇中的林涵高校嗎 遊戲的主人翁喔 就是我們所操作的國夫君 他是個高中生啊 那玩家必須在這三天的時間內呢 瘋狂探索這個夢見亭 並且阻止冷風雪原的計畫為主喔 對 你沒有聽錯 遊戲中可以行動的時間就只有三天 而且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會花到時間的概念喔 那遊戲中的地圖呢 一開始雖然啊 有一些地方啊 是不能去的 不過等時間的演進啦 這些不能走的地方 就可以開始走了喔 那實際的行動時間呢 只有下午三點到晚上十一點 而且有分成三個時段 分別是啊 下午八晚跟晚上 遊戲的地圖上呢 也會有標記著事件的地點喔 那每個不同的時間點啊 都有不同的事件 那到晚上的時候啊 阿伯自己是覺得 敵人好像會比較強一些啦 而一開始玩的時候啊 我是覺得非常緊湊啦 然後我看到地圖上啊 只要有事件啊 我就會去解 那因為這次呢 遊戲有多重結局的關係啊 基本上有事件的話啦 我是不會錯過啦 而地圖上呢 還有這種黃色的點啊 你也可以坐計程車過去啊 不管從哪裡出發 也只要五分鐘而已喔 我倒是有不小心啊 到泰粉的地方 被打成狗的經驗啊 所以啊 一開始還是建議大家 慢慢走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想要省時間 快速攻略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好用啊 不過一開始啊 賺的錢其實沒有那麼多 初期的話 我覺得先省一下 拿去買必殺技啊 或是回血道具都不錯啊 那在遊戲中呢 也會有新手教學啊 大部分碰到的時候 都會用提示來跟你說 那不管是出招啊 防禦啊 招式的鍛鍊啊 還有一些回血的道具啊 一些事件的發生 系統都會有交 那正常的話是不用擔心 而且遊戲啊 也可以兩個人一起玩喔 如果害怕一個人打不過的話 只要選雙人 開始遊戲就好囉 那如果啊 忘記了這些提示也沒有關係啊 可以按下暫停的選單 然後重新看一下提示即可喔 那一開始的遊戲難度 只有洛基可以選啊 阿伯一開始玩的時候 在想說是不是太侮辱我了 只能選洛基 那上網查了一下啊 如果啊 某些事件有解到的話 這個難度啊 才會再度開啟 不過啊 阿伯自己二週末的時候 是還沒開 還是洛基一個 可憐啊 而遊戲的一開始啊 被這個告白的橋段認住了一下 太妙了吧 哪有這麼好運 國父的春天要來了嗎 就在下一秒 就被四個火面籃給包圍住啦 想說洛基敵人 應該都很好欺負的我啊 才發現我錯啦 敵人的身體 就跟超合精力一樣 打起來才一滴 那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特意安排的橋段啊 這邊啊 跟一開始是整我的吧 當時啊 想法單純啊 後來想說啊 會不會是因為多重結局的概念啊 搞不好一開始選擇 投降才是正確的喔 而感覺這個事件過後啊 遊戲才真正的開始啊 那遊戲的主線提示呢 很簡單 玩家只要在固定的時間呢 在擺設驚嘆號亮起的時候 前往該地方就可以了喔 那遊戲中呢 這些地鐵呢 可能也有其他高中生亂路 有的是直接就打起來啦 有的是要點他的提示驚嘆號 才會開打 感覺來說就是賺錢跟練功用的啦 那甚至有一些地點 可以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也是練功用的專用場所 而遊戲中的招式設定啊 除了賺錢購買之外啊 你也可以一直使用 重複的一個招式進行鍛鍊 然後只要呢 你的點數跟使用指數有到的話呢 系統就會跳出可以使用的必殺技喔 那等你學到必殺技之後呢 可以透過裝備的方式啊 來把必殺技裝備好 不過啊 跟之前一樣啊 同類型的必殺技只能裝備一種喔 若是裝備兩種 只會有一種可以用 而在升級的時候啊 跟之前的三國一樣 有技能點數可以點啊 那阿伯啦 以自己玩下來的經驗啊 覺得先專精點一個就好了 畢竟啊 一開始啊 都被那個打敵人一滴嚇一跳 加上我自己一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走錯地方啊 打起來都超硬的 那目前啊 以點數來說啊 一週目的話 最高點數只有到15點 而除了必殺技呢 後面也可以學到超必殺技啊 也不用太擔心 只要次數到的時候就可以學得囉 那使用這些必殺技呢 畫面上的這個SP量表要注意一下 因為只要一有用到必殺技 這個SP量表就會開始扣 那補充的方式呢 只要透過攻擊敵人就好了 簡單來說呢 就只要攻擊敵人 他就可以一直補了 那沒有SP量表的時候 會變成普通攻擊 那戰鬥中呢 有一些小技巧啊 那被大概教一下啦 就是Switch的版本啊 你只要按住R1加A鈕 就可以使用出 橫向卷軸的無敵招式脫困啊 你只要發現你被打了 被連斷了 馬上就用這招就可以脫困了 不過記得啊 這個是會消耗SP量表的 但是還蠻划算的 然後還有一個啊 就是啊 在大部分的連斷攻擊完 會有一些大破綻 你可以按下防禦鈕 取消這個硬直時間 掌握好這個技巧之後 你就可以再多打幾個連斷喔 有可能甚至是無限段 我靠這招其實脫離了好幾次啊 而在遊戲呢 也有裝備啊 因為這個遊戲的初回數值限定的關係啊 在玩到後面要破關的時候 你只能靠裝備來提升一些能力啊 那裝備也有等級之分 不同的顏色也有不同的技能詞綴 而技能呢 會根據這些詞綴的等級往上疊加 可以說是一週目的一個提升能力的手段啊 當然這些裝備也可以在二手店 或是一般店家購買 不過價錢啊 真的會比較貴一點 我會建議用刷的會比較快 那也因為遊戲中有時間的要素啊 有時候你已經結完了時間 你只是想讓時間快速推進的話呢 你可以到道具店買這個 睡王系列加快時間的腳步啊 直接到你想要的時間點 我覺得還蠻有效率的啊 雖然網咖也是可以啦 不過他消耗時間會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啊 你只要根據自己的狀況來選擇 你要消耗的方式即可 這個呢 主要我覺得是讓二週目之後使用的啦 因為二週目之後 你可能有一些事件沒有解到 用這個來消耗時間會是比較快的手段 而遊戲中呢 也有一些特殊道館啊 你只要連勝超過一定的次數啊 他就會給你特殊道具啦 不過老實說還蠻硬的 遊戲中 如果你有打開能力上限的時候 應該是之後的收集地點吧 再來就是遊戲的音樂了吧 遊戲中呢也可以設定音樂 為以前的音樂風格啊 如果喜歡早期的音樂風格的玩家 也不妨可以改一下 一聽就是那時候的原曲啊 感動啊 遊戲只要破關之後 就會開啟熱血物語圖鑑 那如果你對熱血物語本身呢 有想要了解的一些相關資訊啊 在這邊也會有 甚至是必殺技的取得方法 跟學習的方法也會在裡面 阿伯是覺得這個設定還蠻貼心的啦 不過啦講了這麼多啊 自己整體玩下來其實是有一點小錯愕啊 因為一開始的敵人太強了 強到屁滾尿流 大概玩了一下之後 就會變成爽快的動作遊戲了 狂放必殺技爆打對方一陣 真的是爽啊 只不過多重結局的關係 要解放能力上限的問題 玩家只能多刷幾次 看能不能解到一些特殊的事件 那之後解完之後呢 難度就可以選擇了 真的是有點小麻煩了 那如果你是對熱血物語系列有愛的玩家 然後沒有玩過熱血物語SP的人 我覺得是可以玩玩看 而遊戲中也有支援對戰模式 若是真的破關全收集到無聊的話呢 你就可以玩這個看看啦 那最後呢 熱血物語SP啊 這款經理的遊戲 雖然一直到了NS上 不過我自己覺得 可以再強化一些多一點的要素 就整體而言來說 故事的進度真的太快了 難度設定也有點怪怪的 我以為只要破關之後就可以選擇其他難度了 但是不行 你還必須要先解鎖其他的時間才行喔 有點太綁定的感覺啦 那萬一沒有解到的話呢 變成要重複多週目好幾次啊 而在那之前的難度呢 打過場的時間啊 我自己會覺得有點像是脫胎前啊 雖然可以透過道具加快時間的房子 但是就是有點拖的感覺 那我自己是希望下次的熱血作品啊 能夠再好一點 甚至再多一些新的角色跟人物啊 我覺得對未來的新作品才有幫助吧 畢竟熱血物語的新作品 老實說我覺得就只有熱血三國了吧 但是以現在的動作遊戲來說啊 他還是可以做一些多樣性的啦 對 不要只是小改 我覺得可以來個大改試一下 那以上呢 就是阿伯這次玩熱血物語SP的破關心得啦 那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麼樣呢 如果你有玩過熱血物語SP並破關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或許你的心得跟阿伯也有不一樣的看法 以上這次的遊戲體驗心得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收看我是阿伯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按個讚有空都回來看看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